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约瑟在山上 走 如果车道宽的问题解决了 你有信心带好独立团吗 有 你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处理车道宽 是把它杀了还是把它放了 你就有信心 独立团的问题是 大家认为受到了新四军领导的怀疑 只要车长官的问题有了结果 部队的这种恐慌情绪就放下来了 因为车长官是自己的问题 独立团还是新四军 说得好 张正伟 我希望你能够体谅这些战士们 中国虽大 已无他们容身之地 只要新四军把他们做自己人 他们一定会为新四军奋战到底 是啊 是我的工作不细致 才造成同志们的这种心理负担 等这场战斗打完以后 我向独立团的同志们道歉 当然 有更多的别人 我得以下 都不不肯 所以有数不肯 负担 不肯 立团 各位 嗯 幸好 封锋 必须 要 也是 我们 它 车道宽你肯定会为命的 革命啊 有时候是不能讲情面的 车道宽已经招了 是因为内疚招的 这个人 差点把整个军分区都给毁了 这件事情 在军分区里 只有我和赵部长知道 你是第三个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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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紳士軍の主力快振开 命的第一段階是完成着 吃了 辛苦了 下 鈴木 はい 君にはニコ中隊を率いて 紳士軍の後方を攻めてもらえた はい 大丈夫だ安心しろ 紳士軍の主力は我々が引き受ける 君はいわば空き家に攻め入るも同然だ いいかね この作戦の主役は君だ 成功した暁には 部下に大酒を振る舞ってやるといい おここずか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報告 被返し 報告 名人 長官 現在還沒有準確的情報 怎麼辦 去他們指揮部 抓他們最高長官 跟他們換人 長官 這是郝將軍安排的 你覺得可行嗎 我們就是新四軍 問司令部可行 只是太大膽了 這是我跟咱們要去救的那個人學的 那個人頂天立地 他什麼都不害怕 走 有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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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部在哪兒 等我來 新四軍的衣服 是 是從後面上來的 騎兵遠道奔系 通過國民黨的方向 是 老子 以你的判斷 他們真正的意圖是什麼 小谷精戰部隊 從後面兜上來 碰到我們毫無還手之力的後勤人員 卻不下手 肯定有更重要的目標 應該是衝我們來的 這是理應外合呀 槍什麼樣 看著下計劃槍 看著小 湯姆生重鋒交 中央軍今年才配備的 媽的 頑固派和日本鬼子狼狽為奸 你先下去吧 是 政委 必須把獨立團調過來了 你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我們陷入今天這樣一個困境啊 情報不准 是敵人的用兵具有了突發型 兵力不守不當 尤其是二團的使用太過草率 這是我的問題 一團的使用也缺乏彈性 一贏的兵力守搖家領 持着敵人就夠了 團主力的配置一定要激動 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如果不把獨立團派過來 光解圍廉肯定不行 政委 我們無路如何要把草坡準備好 如果獨立團能過來 鬼子就是來一個大隊 也能給他擋住 沒有一天時間 聚居非戰鬥人員 無法到達山里的 如果 如果鬼子不到草坡來呢 那當然當然 我這只是幻想 敵人的本性決定 他們絕不可能執行 對我們有利的方案 也許我親自指揮的第一場戰鬥 只會失敗 但是 我有獲獲 我發現了一個 能夠打敗敵人的幹部 那就是你 我一定會有行動 證明您的話 我一定會想辦法 把獨立團調過來 張六位 冬老前 杀害老前的队伍里有个女兵 你看看 侦察连刚刚送过来的 抓住了一个俘虏 是于晨露带队 对 那个俘虏呢 淘宝给打死了 虽然事情不是很清楚 但明摆着的 就是冲击车刀换来的 谁发现的 侦察连的一个班长 抓大烟鬼的那个 葛存机 我记得他 如果这次作战 是日晚两股势力河流的场合 性质的严重性就无以附加 用车的方式的夹载 就能招来两个外鬼 车头刚给我骑过来 是 赵远 老总你放心 我不会草率行事的 我还要审他 同志 我们是江北的 江北的 请问司令部在哪 这是介绍信 转移了 去哪了 五家村草坡那边 谢谢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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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带着一支小分队来救你 已经杀害了我们几位同志 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不许拖延时间 我不想落在 顽固派的手里 我认罪 我不要你认罪 我是问你有没有罪 我有罪 许大宽 我现在是代表祖师 在跟你谈话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机会对你 对我们都不多了 我有罪 因为我的过失 是军分区 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现在只求一死 从这儿走了 被医院的那个大烟鬼不见了 今天夜里我们两路反击 反击 打了一整天了 我们水势可不小 鬼子拿炮轰了我一天 就是为了把我们吸引在这儿 为了军区的安全 我们必须反击 不让鬼子分兵 两路反击队伍 老朝 这两路兵要虚实相应 不 全是实的 又全是虚的 让鬼子搞不清楚 明白吗 是 老朝 这个战法好 新鲜 老王啊 我又马后炮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要牺牲 要拿人命换时间 不在这里牵着鬼子 他们趁夜袭击后方怎么办 你想想 军区没兵了 把独立团调过来 车道宽不在 那还叫部队吗 除了怨气 就是怨言 那帮家伙就只认车道宽一个人 一群的死心眼啊 这下看出郭世文不行了 这个时候了 军区还没个结论 算怎么回事 你把车道宽放 这盘棋立刻就活了 偏偏抓着不放 你说 如果方司令在 这算是吗 他娘呢 对待自己同志 就这点信任 我就不明白 军区的存亡 在他张正伟心里 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如梗在头啊 这样 您为什么 向新思军透露于尘路 取救车道宽的情况 还有那个班长葛存晶 这都会暴露的 为了尘路的安全 葛存金 是套泥固 画得很 抓不住的 骑兵团 整装待发 好 好 郝军杰并没有讲出实情 将示弱亲生的余尘路 置于危险之中 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不敢给张成亮思考的时间 他又让余尘路和突击队 成为压死车道宽的致命发马 帮助 进来 正美 二团联系上了 小子你看 邓家里 应该通知二团 让他们不要硬兵 往山里撤 交替伏击 让鬼子不敢追就行了 保住部队的实力 你是说放鬼子进来 我想啊 从最坏处打算 重建根据地 也需要部队 同志二团 一定要保住实力 以交替掩护的方式 撤向山里头去 是 还有 同志民兵 在邓家岭 到黄麻地的沿途 埋涉地雷 破坏道路 拆毁较梁 是 老三 以你的分析 我们会不会反败为胜 那要看鬼子 是不是真打过来了 你说说看 如果鬼子真打过来 说明邓家岭 姚家岭那两路鬼子 就是牵着性的 要等草婆这仗打胜了 才会继续发展 如果我们把草婆这仗打好了 鬼子无法实施破坏我后方的目的 那两路也只能受兵 你分析得好啊 自领部从我到伙父 我们全体上任 跟小鬼子拼了 是不是小鬼子进攻了 是汤姆生手提机关枪 报告 进来 吴家岭受到敌人攻击 穿得是心思真真了 火力很强 部队有伤亡 这个王固派的小枪腹 把我的干部拉下水 还敢跑到我门上来撒野 我要让你有来无回 行为联结合 是 公主们 就在我们和小鬼子拼杀的时候 王固派 需要来抢一个 我们队伍里面的一个蜕变分子 内奸 一个中了敌人美人计的叛徒 我们能答应吗 答应 答应 对 这日不能答应 我们就是和王固派 拼杀到最后一个人 也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同志们 枪声就是命令 靠火救的方向 敌人就在两里外的五家村 队伍展开激攻队星 给我造死的 同员 向左转 跨步前进 老日 知道吧 他 以判变革命罪判处你死刑 在独立团执行将军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 执行吧 免得司令部 除机要电台两部门 其他人员 一概携带武器进入草坡阵地 没有武器的 携带铁锹棍棒都可以 十分钟之内完成 是 好 正位 老曾 子弹够吗 正位 车道宽是南调的猛将 独立团是火狼之士 有了他们 我们必胜 老曾啊 你太善良了 车道宽现在已经被押 往独立团的驻地三道平了 同时 革命 就一定要讲原则 我和你并肩战斗 他们几位部队 打坏了没 嗯 他们几位部队 他们几位部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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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叫大决 探绝书 查 原独立团团长车道官 被国民党顽骨派的高官后路 生死拳马所利用 在独立团 争权夺利 洩漏军机 叛叛叛变革命 投靠敌人 陷害同志 陶制所谓的金阳计划 制造了解封区 创严以来最大的混乱 先引 叛叛革命队 判处死刑 指定 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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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及 将与 将与今日在三道平 执行枪决 忘你不 能够端正思想 教育 战事 做好对敌斗争的 战斗准备 是 养的这算什么呀 王子烈也王子烈 这就是你谈的结果 背锚 押上去 鬼子上来了 你得给我整个王公开 其他的你给我上去 走 走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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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道宽生是新子军的人 死是新子军的鬼 把枪放下 放下枪 新子军向来讲罚严明 我车道宽一人做事一人当 一人犯罪一人扛 如果你们还对我有一点情谊的话 听我的话 一直跟着新子军把鬼子打跑喽 到那时候 你们把我的骨头送回我们的老家 东北 也算咱们不白交一场 独立团的兄弟们听好了 谁要敢反叛新子军 我做鬼也饶不了他 我做鬼也饶不了他 赵部长 我有最后一个请求 想 我希望 死在我们独立团人的手里 他的官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过来 别人没这个资格 不行 必须要我亲自执行将军 杜伦团人看住他 我要让团长安安静静地走 团长 请 老公 你要带好独立团 这算是我的野主了 别废话 快走 就这儿吧 转过去 老公 你干什么 我命令你下不开枪 快 我只听方司令的命令 没有你独立团谁也带不走 老公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要不死了 那独立团没法上战场 军区就不安全 斩棘烧动尽尸 你知道不知道 老子忙了一宿了 没块跟你废话 没有你 有卧底我也认不出来 大言鬼沾了你的地方 你自己去抓卧底吧 这是红尚药 抓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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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本事把号军杰给我绑回来 快滚 滚哪 抓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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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的 快门 老车 打完战后 我给你立分 加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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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快 撤退 要护大小姐撤退 这是什么部队 这还是新四军吗 车子换呢 老子的车子换呢 那就是你的兵 人呢 为什么不保护好的 为什么 你们这些窝都谁 为什么不保护他 为什么 车子换 你给我爬出来 我让你爬出来 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这枪声没有 爬出来我们一起打鬼子去 我全听你的还不行吗 我让你那么狂 放开我 你别这样 放开我 放开我 黄正卫 你别这样 别这样 别这样 放开我 放开我 黄正卫 黄正卫 让他滚 把他滚回家 走 谁敢 黄正卫 我们还吃西四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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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眼里 你们和他一样 收到关他一眼 一人做事 一人当 老子犯罪 自己扛 如果你们还念旧情 就跟着西四军 把鬼子打跑 把老子的独头 运回东北老家 打败鬼子 要立背 背上书写 团长折腾过 直播 剩一个人 要把他带我去 包括我 听见了吗 是 走 大鬼子去 人员进攻了 尊敬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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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区命令增援草坡 我们在这儿不合适吧 尊敬战斗 就在这儿 尊敬战斗 尊敬战斗 拿条大枪来 王政委 请问那人在跟鬼子死拼 我们愿意冲出去 捡起军警组部的压力 放屁 都是西四军 谁的命也不比谁更尽贵 我们现在上去就是天油战术 把鬼子压下去了 我们躲在战壕里 挨鬼子的炮弹 等鬼子推弹肉活我们上去 机枪大刀 消灭它 小兜 crochet 分一간 分一剧 好 producers 被放入 你 帮瑶 帮芯 关 走 走 敞过了 我们上了吗 引臂出击 别碰我了 他们的军军来了 老板 让毁的 走 过来 把他们的泡杯 一颗剩下的鬼子给我收拾了 是 走 走 大猴子 放过这座山 就能看见骑兵馆了 快 追上 快点 王斗林 打仗学会刷也不明 为什么不提前发动风暴 非要等到品寿爆战的时候 才出了点便宜 张铺政委都拼打刀了 和尚 王这位 你的战术非常好 隐蔽出击 恰大好处 没想到你也军阵狡权的 我跟车头关系的 独立团 朝天明清 告诉你们团长 我们打赢了 团长 团长 刘家令还要再打 独立团跟着我 走 打鬼子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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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是 于小姐一定要供打新四军的司令部 抓新四军的头目交换 交换 疯了 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我们要救的那个人 他从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 出去吧 是 手术室 是 这一点啊 呼吸 将军您来了 情况怎么样 将军放心吧 已经脱离危险了 那是不是胸部中的钱啊 将军你看 多亏了这枚勋章啊 要不他就为国捐躯了 好 辛苦 这是你写的啊 是 情况属实吗 属实 白晓菱同志在对敌斗争中作战勇敢 是 但是在个人感情问题上就显得那么不够成熟了 是 对白晓菱同志的审查已经结束了 你去接他吧 怎么了 没有 还有一件事情 对 对 军区准备调张程同志到司令部来工作 独立团那边 你要负起责任来 是 你回去吧 老师 宋司令 对不起啊 我策划不周 陈璐亲身涉险 不敢嫌疑住成大错 陈璐勇气可嘉 黑骨掏心 有想法有胆识 只可惜是个女孩子 不然的话 我调她去当团长 谢谢司令的宽慰 说来 竟是车道宽 惭愧 老师啊 这是天助神佑 苍天都在保佑您 完成金阳计划 老师啊 陈璐的情况怎么样 前天就可以行动了 不 宋司令 远到归来 就来探望 老朽十分感激啊 重庆那边 情况怎么样 轰炸差不多停了 后方的狗才 开始享受了 好像日本鬼子已经完蛋了 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说是开军事会议 居然连个向上的反攻计划都没有 司令 不必生气 带兵的趾高气扬 摇善的只顾自己做生意 这样下去 怕是要打败仗喽 从大局看 日本必败 只要我们不和他讲和 最后胜利 还是我们呢 但是 这个小日本 在最后灭亡的时候啊 他肯定会做垂死挣扎呀 所以 我们要有打恶仗的准备 别的战区我不管 我的战区我做主 我做打的准备 老师啊 我已经命了参谋长 筹划本地区的应变方案 想请老师最终审定 老师 一定竭尽全力 老师 这个你都看了吗 能不看吗 你说这事奇怪了啊 这车道宽 是挨打都不说 现在没打全都说了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这每一条都是笨死去的 人都死了 你还说个屁啊 这上面写的可是对车道宽的结论呢 我跟他一起战斗过 这么写我就不同意 人死了要把事情弄清楚 你弄个屁 你乱弄一气 新政委还怎么干 还有没有微信 独立团还能不能安稳 你个老东西啊 你心里跟明镜似的是不是 你就不说 车道宽是多好的同志啊 就这么给冤死了 现在不是亡名掌权 不是抓AB团 你嚷嚷什么 我比你了解车道宽 他在这上面胡说八道 目的是什么 不是就想把独立团的事情平息下来吗 你这么搞下去 车道宽才叫白死了 一点意义都没了 什么叫白死了 是错误没弄清楚才叫白死 谁有错我就得指出来 我不管那是新政委还是旧政委 你这么冲动鼎庸吗 多少年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 你怕什么就来什么 日为完 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 手里拿着放大镜都盯着你的漏洞呢 这刚刚压下来的事情你再挑起来 你看吧 根据地就没有暗生日子了 车道宽心里比你清楚 在我这儿 车道宽他就是战死的 你放屁 战死的要纪念 驱死的要申冤 这里是根据地 根据地是什么地方 是天下最讲理最清明的地方 你这种庸俗的现实心里就要不得 就你老小子有理想是吧 你不着眼当前 你那些理想全是肥皂炮 蒸晚了老曹 我们蒸晚了 不然车道宽会活不乱跳地站在我们面前 车道宽的事情我一定要弄清楚 如果是冤案 就要给他平反 不能做到知错必改 就不配做共产党员 如果张正伟错了 他敢不认 我王子烈就是告诺延安 也要让他下台滚蛋 也要让他下台滚蛋 好 针对前一段时间的战斗 跟GD的建设 我总结了一下 问题主要在我的干部使用上存在问题 比如二团 这次战斗表现的就相当不好 这次呢 让我认识了两个军事人才 一个是王子烈政委 还有一个就是征程同志 征程同志作战勇敢 军事素养高于全局观念 对鬼子判断 那是相当的准确 如果不是他判断准确 我们的后方机关 不知道遭受多大的损失啊 他是这场战役 实际意义的指挥官 所以我提议 让征程同志 在军分区的副层场 可以 同志 同志 我还有个提议啊 把王子烈政委调到 二团去当团长兼政委 二团团长降职为副团长 大家有意见没有 二团长降职 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为什么 总有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 客观原因 是我不能带二团 我没有那个军事才能 这点 我可以放在桌面上说 主观原因嘛 是二团的领导 没有主力意识 跟在一团后面 捡平一捡惯了 军区两大主力 要名副其实 要形成真正的拳头 我们还要 形成第三支主力部队 把独立团扩编 我建议 让征程同志 担任团长 同意 同意 好